王罗丹又有新电影了 他和张海宇一同主演的 《我爱的是你爱我》这部电影 日前在北京举行了首映发布会 发布会结束之后 就有媒体报道称 王罗丹立下誓言 说如果电影票房好的话 就立马把自己嫁出去 夸下如此海口 让我不禁怀疑 王罗丹年纪不大 但是恨嫁之心就如此真切吗 一起来求证一下他 你们帮我回忆回忆 我昨天是怎么一个要看见 把这话说出去的 就我没印象了 好像他们就是特别快的就说 要不你裸上身 你把自己嫁出去 我说裸上身这戏里有 但是你说你确实说 嫁出去 他说那个人说你要把自己嫁 你说那现在 越好越好 我说就再往那个人在现场 谁能想到王罗丹这么一句 其实只是临场应变的话 最后建筑报端 却成了恨嫁宣言 干扰不少人以为 王罗丹已经有一个 可以结婚的男朋友了 好在如此乌龙的一件事 并没有怎么影响 王罗丹的心情 他甚至主动拿自己的 未来婚礼调侃起来 人可能还在路上的吧 就先计划婚礼 我觉得到时候人没到 这婚礼有点尴尬 当然我们也希望 这个戏的票房好了 但是不能拿自己的婚 去跟这事赌啊 赌不起啊 自从出演奋斗被大家认识以来 有关王罗丹男友的消息 就几乎没怎么断过 各种各样的消息传了好几年 眼看王罗丹马上就要30岁了 却仍然每个落定 说起爱情和结婚这回事 王罗丹可是有自己的一套道理 爱情对于我来说永远都期待 永远都是最美好的 所以我无时无刻不再期待 现在大龄胜女 是怎么能成为大龄胜女的 是因为他们不希望用婚姻 来改变自己的生活 因为她本身已经很优秀了 我的这个自夸还算是含蓄啊 欢迎